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硬盘的初始化呢 这个涉及到呢 硬盘分区和格式化这样两个步骤 那么现在呢 我分别说一下 所谓硬盘分区指的是呢 在硬盘的自由空间上创建 并将一块这个物理硬盘 划分成多个能够被格式化和单独使用的逻辑单元的过程 这是它的这个一个定义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硬盘呢 这个上面就是一些磁道 一些扇区 那么呢 我们如何来管理这个硬盘呢 首先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分区 那么分区呢 就是把整个的硬盘划分成一些呢 能单独使用的逻辑单元 这样一个过程给它分一分 那么分区的目的呢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对硬盘呢 进行初始化 以便呢 可以用于存储数据 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便于管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因为我们把整个硬盘呢 分成一小块 这个一小块这样一些单独的这样一个部分 这样的话呢 可以这数据呢 进行分类存储 比如说 关于某一类数据呢 我分到一个区 另一类数据呢 分到另外一个区 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个磁盘空间 这是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呢 方便安装操作系统 因为我们分完区之后呢 不同的分区呢 可以使用不同的文件系统 这样的话呢 便于安装不同的操作系统 这是硬盘分区 以及它的这样的三个作用 三个作用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格式化 所谓硬盘的格式化呢 是按照操作系统的要求 和磁盘数据存放的格式 预先将磁盘的分成若干的磁道和扇区 并写上标识信息 建立了文件分费表 设置好根目录和文件存放区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格式化呢 实际上包括这样一些步骤 就是写上这个标识信息 标识一下 然后建立文件分区表 然后设置好根目录之后呢 和这个设置文件存放区 对它进行一些记录 对它一些记录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格式化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 硬盘分区方式 硬盘分区的方式 通常呢硬盘呢 分区之后形成三种形式的分区 第一种呢是主分区 或者叫主DOS分区 第二种呢是这个扩展分区 或者叫扩展DOS分区 那么这两个分区呀 它都是DOS分区 所以第三种分区呢 就是非DOS分区 就这样三种形式的分区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说一下 那个非DOS分区 非DOS分区呀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分区 那么也就是说呢 讲硬盘当中的一块区域 单独化出来 供另外一个操作系统 非DOS的那种操作系统来使用 比如说Windows NT Unix或Unix等等 这样一些操作系统呢 它这个文件的管理方式呢 和这个DOS呢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是从这种非DOS分区 来这个来使用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非DOS分区呀 是一块被画出去的 这个存储空间 也说如果你把这一块 画成设置成非DOS分区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这个DOS的操作系统 就是GDOS这种操作系统 就不能使用这一块了 那么只有呢 就是说 非DOS分区当中 所安装的这个操作系统 才能够管理和使用这一块区域 那么非DOS分区之外的系统 不能对这里面的数据呢 进行访问 所以呢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 就是说一个是呢 非DOS分区是给 是单独画出一块 给其他的系统使用的 那么一旦画出之后 只有那个系统里面的操作 这个那个系统当中 所安装的操作系统呢 才能够管理和使用它 而我们现在这个操作系统啊 对这个分区进行划分的 这个操作系统 就不能再用了 一旦画出系统就不能再用了 这是非DOS分区 主分区 主分区啊 是一个这个比较单纯的分区 那么它通常呢 位于硬盘的最前面的一块区域 通常呢 它的逻辑盘符呢 是C 来说呢 是C盘 那么在主分区当中 不允许再建立 其他的那个逻辑磁盘 这个呢 我们先说一下 先说到这儿 我们看一下扩展分区和逻辑磁盘 那什么是扩展分区 它跟逻辑磁盘之间的关系 那么 设置扩展分区和逻辑磁盘的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那么 那问题操作系统啊 这个文件的分区表呢 呃 是只保留了64个字节的这个存储空间 64个字节 呃 每个分区 每一个分区呢 呃 需要呢 占用16个字节 那我们知道呢 呃 64 64个字节 除以16的话呢 也说呢 主引导扇区当中 只能够存储 四个分区的数据 换句话说呢 只能把 整个硬盘呢 分成四个分区 那么这个呢 对于这个限制啊 对于有一些 这个用户来说呢 是 这个 不方便的 所以呢 于是就演出了这个 呃 扩展分区和逻辑 呃 逻辑磁盘的这样的一个 概念 那么所谓扩展分区 呃 严格的讲呢 它不是一个实际意义的分区 那么它仅仅呢 是一个 指向下一个分区的一个指针 你说呢 呃 我们主分区 它就是一个区域 那么可以存放数据 而这个扩展分区呢 它只是一个指针 那么这个指针呢 呃 指向下一个分区 那么在下一个分区当中呢 又可能有一个 这个指针 用来指向再下一个分区 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了一个单向的 这样一个链表 这样的话呢 在主引导扇区当中 除了主分区以外 那么我们可以呢 只保存一个扩展分区 只保存一个扩展分区 那么 通过这个扩展分区 我们可以找到下一个分区 也就是呢 下一个逻辑磁盘 然后呢 一次类推呢 我们再可以通过下一个分区 找到 或下一个逻辑磁盘 找到它在下面的这样一个分区 是这样一个链表 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无论这个系统当中 建立了多少个逻辑磁盘 我们在引导 主引导扇区当中 通过一个扩展分区的一个参数 就可以呢 逐个找到 每一个逻辑磁盘 因为它形成了一个链啊 找到前一个 就可以找到下一个 那这样 我们这样的话呢 整个系统呢 就可以呢 建立很多个逻辑磁盘 超过 我们那个四个分区的 这样一个限制 这是扩展 扩展分区和逻辑磁盘的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主分区之后的各个分区 都是通过单向链表的结构 来实现链接的 所以呢 如果这个单向链表发生问题 那么可以 就会导致呢 这个整个逻辑磁盘的 这个数据的揪势 因为找不到下一个磁盘了 一旦这个链断了 那么后面的这个磁盘 都找不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这样一个后果 下面呢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硬盘分区结构 那么跟分区有关的相关数据啊 这个存储在一个 主引导扇区的 这样一个特殊存储空间当中 与分区有关的这个数据 被存储在一个 称为这个主引导扇区 简称MBR 这样的一个存储空间里面 也就是说呢 存储在硬盘的零磁道 零柱面 一扇区 这块 这个呢 就是主引导扇区 那么主引导扇区呢 前面我们说了 它是64个字节的 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每一个扇区呢 占用16个字节 所以呢 就只能存储四个扇区的这个数据 只能存储四个扇区的数据 所以只能存储四个扇区的数据 这个大大限制的这个硬盘的使用 于是呢 采用了一种混合的分区数据 存储结构 那么 这种混合的分区数据呢 是三个部分组成 我们分别看一下 主分区的这个数据 主分区的这个分区数据 就是这16个字节 主分区的这16个字节 通常呢 它是这个分区 就是MBR当中的第一项 第一项 是它的第一项 因为主分区啊 在最前面 所以它是第一项 通常呢 主分区呢 也是这个活动分区 第二 这个根据用户的需要呢 可以建立一个扩展分区 那么扩展分区的相关数据呢 也保存在MBR当中 主引导扇区中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 这扩展分区呀 只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系统的下一个分区 也就是下一个逻辑磁盘的 这样一个位置 它有个指针 用这个指针呢 可以找到系统的下一个逻辑磁盘 另外呢 就是说还可以建立非DOS分区 那么系统呢 可以建立比如说两个或者三个 非DOS分区 用来建立其他操作系统的区域 其他操作系统可以存储的区域 这是关于MBR 那我们再说一下 在对于不同的分区 这个它所存储的数据不同 对于主引导扇区当中的这个 主引导扇区当中的这个分区表 就是这64个字节 存储存储了上面三种类型的 像三种类型的分区的这个参数 也就是包括主分区 扩展分区 还有非DOS分区 都在MBR当中呢 存储了它的参数 每一个是16字节 那么这些参数呢 可能包括 起始词头 分区结束的这个词头 中央和上 是否呢 是活动分区 这样一些参数 那么对于主分区和非DOS分区来说呢 这些参数呢 就是实际的这样的一些参数 也就是说呢 对于主分区和非DOS分区来说 它就用来指出分区 以外的起始位置和一个 就是对于这个 主分区和非DOS分区来说是这样的 那对于这个扩展分区 那对于这个扩展分区呢 这个参数呢 只是呢 对于扩展分区来说 其实扩展分区的这个起始地址啊 实际上是另一个分区表数据的 这个存储的物理地址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16个字节当中 存放的是另外一个 是另一个这个分区表 另一个分区 指向另外一个分区表 那么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指针的功能 那么通过这个分区表呢 我们可以找到 可以找到呢 就是一个逻辑词牌 并且呢 从这个逻辑词牌 还能够呢 找到它下面的逻辑词牌 找到另外一个指针 那么在根据这个逻辑词牌的数量不同呢 那么相对应的 有相同数量的 这个一个分 一些分区表 也就是说呢 对于 扩展分区来说 它是一个指针 在这里面存放的是一个 嗯 这个指针呢 指向 指向的一个逻辑词牌 那么这个逻辑词牌呢 这个逻辑词牌呢 实际上呢 呃 还能够呢 根据它呢 又找到一个指针 指向的下一个逻辑盘 那么比如说呢 我们举这样的例子 呃 假设呢 呃 在一个 这个扩展分区当中 建立了三个 这个逻辑词牌 那么在主引导 扇区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 第一个逻辑词牌的 这个起始的分区地址 你说呢 从这个MBR主引导 这个扇区呢 可以找到 第一个逻辑词牌的 这个起始位置 起始分区位置 那么在第一个逻辑词牌的 这个起始物理地址中 存着两项数据 一项呢 就是说当前逻辑词牌 呃 分区数据 另一个呢 就是呃 指向下一个逻辑词牌的 起始 这个分区地址 这样 他不但呢 要保存 当前 呃 分区的这个数据 另外呢 还要 有一个指针 指向下一个 这个分区 那么每一个逻辑词牌呢 实际上呢 都有一个分区引导扇区 他也有一个分区引导扇区 那么这个扇区呀 呃 引导 这个扇区呀 存储当前分区 和下一个呃 分区引导扇区的这个物理地址 你说他一方面要找到他的这个这个分区 另外一方面呢 还要找到下一个分区 是这样的 有个指针 那么如果 在这个分区引导扇区当中 没有指向下一个指针的这样的一个 没有指向下一个扇区的指针 那么就说明了 他是最后一个逻辑词牌 这样的话呢 呃 逻辑词牌之间呢 是通过这种这个链表 呃 来连接的 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这个硬盘分区格式 硬盘分区格式 第一种格式呢 就是FAT16 那么这种格式呢 采用16位的这个文件分区表 16位的文件分区表 那么最大呢 呃 两G 这样的一个硬盘空间 那么这种文件格式呢 使用的比较广泛 几乎所有的操作系统 都支持这种格式 呃 甚至是呢 Linux操作系统呢 也支持 但是呢 这个FAT16啊 它这个 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呢 对于大容量的磁盘 它的利用率比较低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原因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DOS和Windows啊 都是以处为单位 以处为单位 来管理这个文件 文件系统 呃 或者管理磁盘 那么通常 它把一个处 分给一个文件来使用 一个处啊 分给一个文件来使用 那么不管这个文件 有多大 呃 有多小 那么它都是 呃 用整个一个处 那么即使很小的一个文件呢 它也占用一个处 这样的话呢 呃 就有很多的剩余空间 造成磁盘空间的浪费 那么如果这个硬盘越大 硬盘越大 因为它只有16位呀 它这个文件 这个文 文件分配表啊 只有16位 所以它最多呢 能够划分16个处 呃 划分2的16次方个处 这样的话呢 如果硬盘非常大的话 那么这个处呢 也就会越来越 也就会越大 所以呢 对于这个处 这个容量比较大的话 那么浪费情况呢 可能就会更严重 计算一下 为什么呢 它能够最大管理 2G这样一个空间 呃 12K乘以6536 呃 也就是说呢 它最大能够管理两G 这样的一个硬盘空间 那么超过两个G的 这样一个空间呢 它就没有办法来管理了 所以呢 它有这样一个限制 呃 一个限制呢 只能管理最大两个G 另外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呢 磁盘空间呢 浪费比较大 呃 越是呢 容量大的这个磁盘 那么浪费的情况呢 就可能越严重 原因呢 是它把一个处 分给一个文件来使用 那么硬盘空间越大 处的容量就越大 呃 有些文件可能比较小 那么也要占用一个处 从而造成的一个空间的浪费 呃 第二种格式呢 就是FAT332 那么它采用32位的 这个文件分配表 那么磁盘的管理能力呢 大大加强了 那么突破了两个G的 这样一个容量的 这样一个限制 呃 用户呢 可以讲呃 一个 呃 大硬盘 定义成一个分区 呃 再使用 方便了这个磁盘的 这个管理 这是一方面 那么如果不超过 8G的话 那么 FAT32 这种这种文件格式啊 呃 每一个处的容量呢 固定在 4K 那我们看呢 这4K呀 比那32K呢 小得多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 一定程度上 避免的磁盘的 这个浪费 呃 提高这个磁盘的 这个利用率 那么现在很多操作系统 比如说 Windows97 98 2000 XP 都支持呢 这种文件格式 呃 那么它的缺点呢 就是呢 一个是 呃 文件分配表大了 呃 这样的话呢 预定速度就慢了 呃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 嗯 因为呢 它这个早期的DOS呢 呃 它出了比较早 所以它不支持这种 FAT32这种格式 所以呢 呃 就不能使用DOS系统了 所以这种文件格式啊 嗯 不兼容这个DOS 这是第二种 FAT32 呃 第三种文件格式呢 就是这个NTFS 呃 NTFS呢 是WindowNT 呃 操作系统的硬盘分区格式 那么它的优点呢 是安全性和稳定性 稳定性比较好 不容易产生文件碎片 并且呢 NTFS呢 对用户权限做了这个严格的限制 每个用户呢 只能按照呃 系统 赋予的权限的进行操作 呃 任何这个试图超越权限的这个操作呢 都被这个系统禁止 并且呢 还提供了一个容错 这个结构日志 呃 把这个用户的操作啊 全部记录下来 从而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 那么除了NT Window NT以外呢 Window 2000以上的这个操作系统呢 也支持这种文件格式 也支持这种这个分区格式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NTFS 8.0的这个增加了两个新的这个特性 一个呢 就是磁盘限额 所谓磁盘限额呢 就是管理员呢 可以限制磁盘使用者 能使用的磁盘空间 有这样一个限制 第二个呢 就是加密 呃 那么指的是呢 在磁盘读取和写入文件时 可以自动加密 和解密 这个文件数据 这是NTFS 那么它的优点呢 就是安全性和稳定性非常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硬盘分区 与这个格式化 那么首先呢 准备一张这个软 软盘 软这个启动盘 就是一个软盘的启动盘 或者呢 呃 能够启动的这个光盘 能够这个启动的光盘 那么启动计算机之后 呃 进入DOS 进入DOS 然后呢 在DOS提示符下 输入Fdisk Fdisk呢 是对磁盘进入分区的一个命令 Fdisk 那么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 那么这样一段英文大体的意思呢 是说呃 你的磁盘呢 已经超过了512兆 那么为了充分发挥磁盘的性能 建议选用FAT32 这个文件系统 呃 大体上呢 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硬盘都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是一定要选择 这个Y YES 然后回车 回车之后呢 出现Fdisk的这样一个主画面 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呢 有四个选项 呃 那第一个呢 是创建DOS分区 或逻辑 这个DOS驱动器 第二个呢 是设置活动分区 第三呢 是删除分区 或逻辑DOS驱动器 第四呢 是显示分区信息 有这样四个选择 可以进行四种操作 那么我们要创建分区的话呢 就是选择第一个选择 创建DOS分区 或逻辑DOS这个驱动器 我们先看第一种操作 创建分区 就是呢 在前面的这个主 主界面里面呢 选一 然后呢 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呃 在这里面呢 又有三个选择 进入第二级 进入又三个选择 第一个呢 是呃 创建主DOS分区 第二个呢 是创建扩展DOS分区 第三个呢 是创建逻辑DOS驱动器 呃 这里面呢 是在扩展DOS分区当中 创建逻辑DOS驱动器 是这样这个三个选择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个分区 创建分区呢 有一个顺序 一般遵循的是 先创建主分区 然后呢 创建扩展分区 然后呢 在扩展分区里面 呃 创建逻辑分区 这样一个次序 就是创建的一个次序 先是主分区 然后扩展分区 然后呢 逻辑分区 那么在删除分区的时候呢 呃 与这个顺序相反 呃 先删除逻辑分区 删除扩展分区 最后删除主分区 那么通常呢 一个硬盘呢 可以划分这个多个主分区 但实际上呢 没有必要划分多个主分区 呃 最好呢 是划分一个 因为呢 这个 呃 如果你划分多个主分区的话 在一个时刻呢 也只有一个主分区 能够这个是活动的 所以呢 这个其他的主分区不能用 所以一般我们划分一个主分区 而这个主分区以外的空间呢 我们就可以划分成扩展分区 那么在扩展分区之上 我们在这个划分逻辑分区 那么基本上呢 是这样一个顺序 下面我们看创建主分区 呃 在前面的这个界面里面 我们选择一 那么就进入到 这个 这样一个界面 呃 在这里面呢 有一句话 就是问呢 你是否 希望将整个词盘空间 作为主分区 并激活 那么主分区呀 通常呢 我们就是吸盘 那么现在 由于现在硬盘的容量呢 非常大 所以一般呢 我们不把这个硬盘呢 划分成一个分区 呃 也就是说呢 呃 不把整个这个硬盘呢 都做成主分区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选择N 就是no 呃 选择这个N 然后回车 选择N之后呢 这时候显示 呃 整个呃 呃 词盘空间 从这里面 词盘空间是 511 511 然后照 这个字解 然后下面呢 是在检测 词盘呃 呃 这里面是15% 已经完成了 就是进行词盘的检测 接着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呢 呃 要输入主分区的容量 输入主分区的容量 呃 或者直接输入容量 或者呢 输入一个百分比 输入一个百分比 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输入容量 或者百分比 呃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主分区划分成 呃 303030兆 这样的一个字解 呃 那么实际上它的容量是6% 你说呢 整个硬盘呢 我们6%呢 作为主分区呃 来使用 呃 下面 我们看呃 创建扩展分区 那么在Fdisk这个组菜单中选1 那么进入到分区的创建 然后在这里面呢 再选2 就进入到创建扩展分区 简面是这样的 首先呢 也是进行硬盘的检测 在这里就下面有显示 然后通常呢 习惯上呢 我们是把主分区以外的所有空间都划分成扩展分区 呃 这里面呢 也就是说一般我们不划分的非DOS分区 除非呢 你想安装微软以外的操作系统 比如UNIX啊 或Linux这样的一些操作系统 否则的话呢 我们把 比如说呢 前面我们6% 剩下的94% 94%呢 都划成 划成扩展分区 在这里面呢 要输入 呃 扩展分区的大小 或者一个百分比 呃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是把整个的94%啊 都作为 这个扩展分区 都创建成扩展分区 那么创建完之后 我们看到最后 在下面这个选项 呃 在下面那个显示 是扩展分区 呃 已经创建 呃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NESC的话 就直接进入到创建逻辑分区的这样一个界面 因为呢 这个逻辑分区啊 是在扩展分区上来继续创建的 所以呢 直接进入创建逻辑分区 那么进入到这个逻辑分区创建的这个界面呢 呃 也是呢 进行磁盘的检测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 这个逻辑分区啊 是在扩展分区当中 在来创建的 所以呢 呃 在这里面呢 输入第一个逻辑分区的大小 或者一百分比 那么它不能超过 呃 我们前面所创建的那个 呃 扩展分区的大小 是最大是哪样一个大小 我们直接输入大小或者百分比 在这里面呢 我们创建了一个D 逻辑分区D 那么它这个 呃 使用10% 10% 呃 先创建了一个逻辑分区D 接下来 呃 继续呢 这个创建 继续创建 因为还有90%的扩展分区啊 没有创建逻辑分区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呢 呃 这个大小或者百分比 呃 我们把剩下的90%呢 都作为第二个逻辑分区E 来创建 也就是说呢 整个硬盘呢 我们6%是主空间 另外的94%呢 是扩展分区 那么这94%里面的10% 呃 就是94%的10% 我们作为呢 呃 逻辑这个逻辑 逻辑次盘D 那么另外的90%呢 作为逻辑次盘E 来使用 是这样来做的 下面呢 设置活动分区 设置活动分区 那么设置活动分区呀 我们回到这个Fdisk 那个主菜单 主菜单 它第二项呢 就是设置活动分区 那么只有主分区呢 才能够设置成活动分区 如果系统当中 有多个主分区的话 那么只有一个呢 同时在一个时刻 只能有一个呢 是活动分区 因为我们这里面呢 只呃 只划分了一个主分区 所以呢 就是这个C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C呢 设置成活动分区 输入它的这个 分区代码是1 我们看设置完之后呢 在这个C 在这个地方啊 有个A 就是Active的 它的这个缩写 呃 那么也就是说 把C呢 设置成了呃 这个活动分区 我们看这里面 2呢 是扩展倒次分区 是扩展倒次分区 在这个2 这个分区里面 我们又划分了D和E 两个逻辑词盘 是这样 那么上面的设置 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这样的话呢 呃 分区呢 才能够生效 那么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分区啊 进行格式化 所以下面我们看 格式化 那么格式化呢 比较简单 就是呢 启动呃 词盘 启动计算机之后 输入format 格式化 名领 format C 就是呢 呃 format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选项 斜杆S 斜杆S呢 表示呢 在这个进行格式化的过程中 还传递系统文件 那么系统文件呢 呃 是 启动用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格式化之后 还要传递系统文件 把系统文件 传递过去之后 那么下一次呢 启动 就可以从C盘 开始启动了 这个启动文件呢 是必须的 这是格式化 用format的命令来完成 那么前面呢 我们创建了这个 主分区 扩展分区 在扩展分区之上 我们又创建了逻辑分区 呃 那么还对分区呢 进行了格式化 下面呢 我们这个 对分区呢 进行一下深入的理解 就是说有些概念 我们再区分一下 呃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主分区和逻辑分区 那么主分区的特性呢 是在任何时刻呢 只能有一个是活动的 这我刚刚说过了 当一个主分区被激活以后 呃 其他的主分区就不能够被访问了 所以呢 一个主分区中的操作系统 不能再访问同一个物理硬盘上的 其他的主分区 主分区呀 呃 互相之间是不能访问的 只有一个是活动 所以呢 通常我们划分一个主分区就可以了 划分多个呢 呃 意义也不是非常大 呃 逻辑分区呀 跟这个不一样 逻辑分区呢 不属于某个操作系统 只要它的文件系统 就前面我们说的 呃 文件系统格式是FT FAT16 FAT32 或者NTFS 只要它的文件格式 与操作系统兼容 那么操作系统呢 就能够访问它 这是主分区和逻辑分区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另外呢 主分区和逻辑分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每一个逻辑分区有一个唯一的驱动器名 或者叫盘幅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 地盘和一盘 而在同一个硬盘上的所有主分区 共享一个驱动器名 呃 这是因为呢 在一个时刻 只能有一个主分区是活动的 所以只用一个名就可以了 呃 四个这个逻辑词牌 但是呢 比并不是说 创建的逻辑这个词牌 逻辑分区越多越好 呃 实际上呢 嗯 实际上呢 不一定呢 需要能创建很多 呃 因为呢 即便你这个逻辑分区很多 那么 这个文件分区表发生错误的话 那么分区呃 也就找不到了 所以呢 呃 并不一定能够起到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呢 不易化的很多 那么一般呢 根据实际需要呢 对于一类文件 创建一个逻辑分区就足够了 呃 第二个问题 我们看驱动器的驱动器名的分配 也就是盘幅的分配 那么在启动系统的时候呢 活动分区上的操作系统 将执行一个呃 驱动器映像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他给主分区和逻辑分区呢 分配盘幅或者驱动器名 那么通常呢 这个主分区就是呃 西盘 然后呢 逻辑分区呢 依次呢 是D E F 一直到Z 这样一个分配方法 呃 但是如果系统当中有两块硬盘的话 那么呢 就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呃 如果系统当中有 两 这个两个硬盘 呃 两个硬盘呢 每一个呢 都分为两个区 这样的话 在命名的时候 通常是这样的 第一个硬盘的 第一个分区是主分区 那么是C盘 那么第二个硬盘的 第一个分区是D 然后硬盘的分区是E 然后是第二个硬盘的 第二个分区是F 你说呢 它是交替的 这样来分的 而不是说 而不是就说 分完第一块硬盘 再分第二硬盘 不是这样 这是关于驱动器的 呃 驱动器名的分配 第三 就是容量 容量的分割 那么实际上呢 是把整个硬盘的 分成几个区 以及呢 每个区所占的 这个容量呢 这个取决于 用户自己的 这个想法 呃 那么 有一些人呢 喜欢讲硬盘的 这个 分成 这个单个区域 而另外一些人呢 就是喜欢把 这个硬盘的 分为多个区域 这样的话 便于管理 那么一般来说呢 比如说 呃 有这样的一些分法 一个是呢 操作系统 放在一个盘里面 然后应用程序 放在另外一个盘里 就是分成两个盘 那么还有一些人 呃 把操作系统 和应用程序 放在一个盘 把这个一些呢 呃 个人的这样一些资料 或者备份 这样一些材料呢 放在另外一个盘 总之呢 实际上是 呃 稍微飞一下呢 比较好 这样的话呢 便于这个文件的管理 呃 那么对于这个容量 这个大小 那么通常呢 现在由于 现在这个操作系统啊 就比较大 所以呢 一般我们把主分区啊 呃 现在划分的比较大 不易呢 过小 那么对于其他的分区呢 没有要求 呃 那么完全呢 根据用户自己的 这个想法呢 来划分 这是关于这个 呃 分区呢 我们再介绍完前面的 呃 这个创建分区 创建主分区 呃 扩展分区 逻辑分区 呃 以及格式化之后呢 我们有这样一些 这个 我们再深入的这个理解一下 下面第七个 我们看删除分区 那么如果我们要对一块硬盘 重新分区的话 那么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删除旧的分区 呃 这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数据 硬盘上的数据呢 就全部丢失了 那么在Fdisk这个主菜单里面 第三个选项呢 就是呃 删除分区和逻辑计计计 那么删除分区 那么删除分区 我们看到有四个选择 一删除主分区 删除扩展分区 删除扩展分区 里面的逻辑 DOS驱动器 呃 删除非DOS分区 前面我们说了 创建的时候呢 是先创建主 然后扩展 然后呢 在扩展里面 删建逻辑分区 删除的时候呢 这个更正好相反 呃 我们一般呢 先删除非DOS分区 然后删除逻辑分区 再删除扩展分区 最后删除主分区 正好呢 从呃 选择呢 就是这样 从底下向上 这样来做 呃 通常呢 我们一般没有非DOS分区 所以我们就不介绍了 这里面我们介绍 删除扩展分区中的呃 逻辑 逻辑分区 呃 在这里面呢 也说在前面的这个选项里面呢 我们选三 然后呢 出现下面的这样一个界面 呃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输入 所要删除的 逻辑 逻辑分区的盘幅 这里面我要删除E 然后呃 输入呢 这个 呃 这个卷标 这个呢 我们可以不输入 那么你就确定 就按yes 然后呢 就把这个删除掉了 呃 下面呢 我们看 如果我们把D和E 都删除掉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删除 扩展分区了 删除扩展分区呢 就是也是选择三 删除 呃 扩展分区 然后这里面呢 是呃 因为这里面我们只有一个扩展分区 所以这里面就直接 按yes 把这个第二个分区 扩展分区删除掉 删除主分区 也是呢 选择三 进入删除这个主分区界面 然后选E 删除 这个主分区 那么如果有多个主分区的话 要分别删除 这里面呢 我们只有一个 所以呢 就直接 呃 按yes 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些问题啊 需要注意 一个是呢 呃 重新分区 后 这个硬盘当中的数据呢 会丢失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数据的备份 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呃 这个Fdisk啊 分区 之后 呃 或者是对它进行修改之后呢 一定要重新启动 呃 才能够呢 起作用 另外呢 呃 分完区之后 一定要呢 用这个format 这个命令 把应 把这个格式化 把这硬盘格式化之后 才能使用 呃 这是呢 两点 就是说一个是呢 Fdisk呢 要退出 重新启动 才能够呢 设置才能够起作用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呃 分完区之后 还要格式化 才能够具体使用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呢 在删除分区的个数当中 呃 比如说删到以这个一半 发现呢 有一些重要数据 没有备份 这时候呢 千万不要退出Fdisk 因为一旦退出了 那么他就把这个分区表改写了 那么这个数据就再也找不到了 呃 那么现在 这时候的做法呢 就是不要退出Fdisk 直接热启动 或者冷启动 重新启动计算机 因为Fdisk呀 没有退出 所以呢 也就没有改写分区表 那么在重新启动之后呢 还保持原来的信息 那么这数据呢 还没有丢失 这是 在删除分区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中途后悔了 或者是有中途 发现什么问题 注意千万不要退出Fdisk 一旦退出 就起作用了 呃 这时候要直接进行热启动 或冷启动 那么又恢复原来的这个 删除之前的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介绍这个安全分区 呃 关于那个前面的这个硬盘分区呀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